盘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 第四十七名大力金刚纸阿三 实力一流中级别 一天头龙记中 西域与金刚们火攻头头的传人 后来投靠汝阳王麾下 擅长大力金刚纸和少林正宗 最顶级的武学金刚抚摸神通 曾在光明顶之战后 用大力金刚纸 破了少林派空性大师的龙招手 空性大师武功不弱 起码有武当七侠的平均水平 阿三能够杀死空性 足以看出阿三的实力 甚至在武当山之战中 张三丰受伤后 看到阿三的金刚抚摸神通后 还表示此人来历不小 不知我这太极拳是否对付得了 只可惜他遇到的人是张无忌 两人交手几十招后 张无忌用现学现卖的太极拳 将其手脚折断 第四十六名长春子秋楚七 实力一流中级别 双雕中全真妻子之一 一直都是全真妻子中 实力最强之人 曾在最先楼一人单挑江南七冠 一人单挑大金F4 与欧阳克的围殴 跟武决高手黄耀石手下 也能勉强走上几招 神雕侠侣中 武功又有大的进步 曾一剑正的早期小龙女 胸口花痛 让其自愧不如 第二次重阳宫大战 秋楚七即时从天罡阵中 悟出来一招七星聚会 以此挫败霍都和达尔巴 但也被小龙女几剑杀的是左之右措 可见与绝顶高手间仍存在鸿沟 估计有人会问 为什么射雕中的秋楚姬 似乎不敌梅朝风 但排名却高于梅朝风 很简单 那就是射雕中的秋楚姬 不等于神雕中的秋楚姬 前面内容分析过 李莫处的武功整体要高于梅朝风 而神雕中的朱自流武功 又被认为是不在李莫处之下 同时旁白又说 朱自流的武功 比之波进马玉秋楚姬尚有不及 但已胜过王楚一 好大通等人了 可见秋楚姬在神雕中的定位 是要高于朱自流与李莫处的 自然也就大于梅朝风了 所以神雕中的秋楚姬 大于射雕中的梅朝风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实四角的弟子中 不仅秋楚姬和马玉超过了 射雕中的梅朝风 朱自流应该也在梅朝风之上 盆点射雕三部曲前六十高手 第四十五名 白衣金带翘黄荣 实力一流中级别 双雕女主角 神雕出场即巅峰 跟决定高手欧阳峰 交手十多张 仅丝毫不落下风 仅以这个战绩而论 黄荣的实力呢 恐怕不会弱于后面的公孙芷 然而此战之后 黄荣的战绩明显无法支撑这个段位了 仅仅用打狗棒法教训过几次 蒙古小王子霍都 香荣纯之战前 几十招后 用奇谋胜过李莫愁 绝情古之战中 李莫愁与黄荣 双战公孙芷十几招后不分胜负 此时黄荣认为 此人武功既强人又狡猾 自己躺落落单 只怕不是他对手 神雕中 李莫愁大约与朱自流相当 而朱自流原文不如马玉 欲求出击 黄荣又几十招后胜过李莫愁 李敦上可能会烧胜邱楚气等人 十六年后 郭香掉入断肠崖 黄荣想要报仇 结果竹棒被青敦一掌打成两段 青敦与伊登使出身品绝学相互攻击 此时的黄荣躲在一旁 连插手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武爵高手拿出全部实力 黄荣的实力还是完全不够看的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 黄荣具有一定的主角光环 在武功上属于内功弱 其招多 他在剧情需要的时候 向上能短时间内 跟武爵之人交手 不会轻易落败 向下最少也有邱楚姬等人的实力了 第四十四名 七霞之首宋远桥 实力一流中级别 以天通农记中武当七霞中的老大 七霞中内力最深 朝三风百岁收盐上 面对少林派的咄咄逼人 于连周认为 宋远桥的实力不输少林三大神僧任何一人 光明天之战 阴天正经过车轮战后 已经损耗身大 宋远桥不愿称人之威 于是提出只比招式两人在一仗之外 以招数比划 结果在招数上不分胜负 原文称 想分出胜负 只能比拼内力 值得一提的是 阴天正认为自己纵然 神蛮弃足 对上宋远桥 也不知鹿死谁手 宋远桥在一天中 几乎没有什么靠谱出手 但旁败认为 他不落于任何一派的掌门 是七霞中毫无疑问的第二人 再参考灭绝死的轿草 孙远桥明显还有较高的上身空间 盘点射雕三部曲 前六十高手 第43名 轻易服王 伟一笑 实力一流中级别 以天涂隆记中 明教四大法王之一 轻功当势第一 曾在灭绝事态 眼皮的底下 掳走了鹅味弟子 灭绝自知 轻功秀为 远逊于伟一笑 光明顶之战前夕 明教发生窝里斗 杨肖以一己之力 独得五大高手 原文称 伟一笑和杨肖功力相当 一时相持不下 陈坤偷袭明教六大高手时 旁败又称 陈坤的幻音纸 跟伟一笑的谈兵棉掌 尽力难分胜负 只是伟一笑受伤在先 才让陈坤占了便宜 光明顶之战中 维一笑又现场指点 张无忌的武功 此时旁败又明确指出 全盛时期的维一笑 对上以天剑的灭绝事态 未必会输 维一笑不仅轻功高绝 同时还是旁败中的五五开 第42名 光明诱使范瑶 实力一流中级别 以天通忌中 名叫光明诱使 曾化身苦头脱 在蒙古军中握心肠胆 自称偷袭过陈坤三次 结果都是被其党场击败 甚至最后一次交手中 身受重伤 张无忌执掌明叫后 范瑶有些不服 想试一下张无忌的武功 两人先比拼拳脚 张无忌在斗道七八十招后胜出 比剑术时 张无忌认为范瑶的剑术 在八体神通方东白之上 如果是半年前遇到他 在进入上不是其对手 比拼内力是 张无忌使出乾坤弹楼仪 彻底把范瑶打败 万一四之战前夕 范瑶称 可在陆张克手下一两百招内 不会轻易落败 旁败也称 若是单打独斗 他便不拒肚胀科一人 张无忌与周智若的婚礼上 周智若对赵敏痛下杀手 范瑶救主心切 攻击周智若 结果被周智若轻轻易服 立即手办酸麻 少林寺图师大会上 张无忌认为范瑶精通 各家武功 对上各家都有胜算 可是在见到宋清书 使出九云白骨者后 又立即向张无忌请教 张无忌受伤后 杨湘与范瑶联手 跟周智若斗了几招无果 旁败说 放妖自负于天下武学 无所不亏 但是每次实战 都有些掉下 甚至在见到周智若的武功后 大呼他不是人 是鬼 是出了名的 旁败很强 但是战一般之人